新市場 我是新市場 今天這個題目呢 終於知道 他現在為什麼要 我在這個時刻 這個時間點來講一下 因為 我想做品牌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開拓 如果你現在 你有已經有了市場 你可能現在講 開拓性市場 如果你要怎麼去開拓 這個新市場 跟品牌的拓展裡面呢 我這個題目呢 並在開拓性市場 洞察品牌 來開疆辟土的關鍵時刻 這是我們這關過的 目前在台灣跟上海 這是我們在上海的一個 辦公室 就是在外海 然後這是我們的創辦人 就是我們的Vincent 那現在目前 他大部分的時間 他現在是空中飛人 他把飛機 當作捷運 在座這樣 OK 所以 這是他創辦了我們整個正關 然後他也創辦了 就是我有一個方法學 就是我們要動場 今天大家應該剛剛很多的部分 大家有講動場 動場很重要 就是動場你的關鍵時刻 最後你要透過什麼 落地你的品牌體驗 這樣你的品牌才能讓你的消費者吃到價 所以關鍵時刻講的意思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簡單快速講一下 它也是一個方法學 它就是個Moment而傳授15秒鐘 15秒鐘 這個是流航空的總能拼你出來 15秒鐘 然後我們怎麼透過這個MOT的關鍵時刻 進入消費者的心智 然後我們可以產生行為 就是你都會去賣你的品牌 而這個方法學 因為我們正關成立在2007年 那現在已經有 將近快20年的時間 這是目前在 我們的方法學應用在這個 中國的一個科目 就是索菲亞 它這個課 裡面是有一千個人的一個課程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這個課 就是我們透過洞察關鍵時刻 幫助華航的品牌 增長盡力 增長100億 這樣 那其實事實上我們在用這個方法學 你不用擔心說 欸 那個華航1400億 那我營業的只有1 而且我今年的輔導 做的是1以下的中小企業 那你這樣你還是用這個 方法學就是方法學 所以我們要用華航的方法學 也是在幫助做這個品牌的一個定位 那華航這個案例呢 我記錄是讓我縮減了很多 但主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300千十分多少 200億 欸 大家數學都很好 那這個 這個是不是我希望今天你能夠帶回去 帶回去 為什麼呢 這290是怎麼意思 290是怎麼意思 是代表意思就是說呢 就是過去華航在賠錢 為什麼賠錢 就是因為他做錯太多事了 你會發現其實做錯事啊 你做錯的事比你做過事 賺的錢還多啊 所以290是代表什麼意思 很多事情都不要再繼續投資再做 而關鍵是 你只要把這10件事情做好就好的下 所以洞察找到它10個最關鍵的時刻 就是我們去改善了 我們去洞察到消費者 到底為什麼你知道華航 而你不搭華航的原因到底是為什麼 去洞察找到往原來 最後聚焦在那個10個 把那個10個做到怎麼樣 做到透徹矜持 以讓消費者知道說 原來重新改造華航的這個品牌 然後呢290個不要再花大錢了 這樣 智琳姐姐可能可以繼續找 然後做了非常非常多事 我們發現說其實做了一些 都花錢那些都沒有用這樣 所以不動 然後另外就是關鍵就是說呢 你如果你品牌不洞察你先落定 你沒錢了你才承認說啊我錯了 你才想到說我自己有盲區跟固區 就是說等到我們不要等到賠錢的那一天 才想到說啊該怎麼樣 該醒了好這樣 所以要洞察那什麼叫做盲區呢 就是我們人肉裡過去的一些底層的假設 所以你的底層假設會讓你怎麼樣 沒有看到其實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方向 我講特意是老闆 因為我們跟很多老闆的應對 很多老闆都跟我講說 哪要做平板我講呢 我講就是算了 哇這個平板就 不好意思各位老闆 聽完今天這個請你們的腦袋要重新嘴啊 你要當夜星人會不會進來啊 而且今天這麼多的廣播跟你分享 所以你有可能是你的底層假設 照著你沒看到 你沒有看到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很多的這個底層的假設 還有六個就是誤區 誤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都一直人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我在這個產業啊 就只有這個產業 我十年了 我這個產業三十年了 唉我跟你講 沒有人比我還懂 而且你懂嗎 你懂工業機嗎 你懂吃的嗎 你懂什麼什麼 對啊我不是啊 我過去的經驗都不是這些啊 對我都不是 但是人 你還都有可能 你以為那是對的 其實就是錯的 所以你的 你才會需要怎麼樣 你才會需要品牌重新的改造或什麼 所以就有所謂的盲區 你要突破 突破也讓你的腦洞也要大開 你要突破你的盲區又過去 所以洞察是要找到你做哪些事 會大增長 而且是怎樣 不複雜 把複雜變簡單 才是怎樣 才是哪的 好嗎 好 所以洞察就要確定說 你做哪些事是浪費且是沒有用的 所以洞察真的很重要 好 所以洞察要該什麼 然後落地是什麼 就是你要做什麼 落地嘛 你要做什麼 比如說 剛剛有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管固都有分享 就是 你是要做影片呢 還是你是要做 所謂的Pushure 還是你是要改變你的視點呢 重點是你要洞察到 到底你要做什麼事才能夠改 要知道改什麼 所以底層的邏輯很重要 剛剛 就是我們這個 誒 博士很蠻好 因為什麼 我跟你講 他有特別講到一句話 你知道 有看到嗎 科學洞察 就是因為那個 歐讀納的陳董 他帶了七個 一個人三萬九 他帶了七個去上我們 風值體驗的課 謝謝你把風值體驗的課 方法學 幫我們落地 所以你要另外 你要視角提問 才是 你才不要移情彎天啊 好 不要再用你過去 你只能以為的是怎麼樣 其實這種說 是 可以接下來還怎麼做 還有就是框架的模型 你要有框架的模型 一定要有那個框架跟邏形 的一個模型 所以整個 我們在講這個 洞察 這個關鍵時刻 跟落地體驗設計呢 就有一個異層的架構 所以我們統合這麼多的 民教學的大師 定位理論 還有關鍵時刻 moment of truth 還有這個所謂的 就是體驗設計的大師 還有就是行為經濟學 行為這個所謂的這個 很多這樣的一個大師 然後跟心理學跟數學家 的一個邏輯統合出來 才變成我們的這個防法學 叫做MOT的一個理論獎 就是針對你的TA 然後你要告訴他什麼 訊息 在關鍵時刻裡面 透過體驗設計 讓他進入他的心智 產生什麼行為 所以讓你的TA 在關鍵時刻 體驗到我們想要傳遞的 品牌訊息 並做出我們所期待的事 如果你做一卡車的事 但你的業績 你的營業沒有成長 消費者對你沒有印象 那都是怎樣 白費的 那都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講做品牌 你做的任何事 都要能夠讓你的品牌的增長 要能夠連動 所以這個就是品牌輪的一個架構 就是你要解決的 我們再把它簡化成四個向線 就是禁電轉化 復購跟推薦 我想各位企業家 禁電轉化復購 應該真的很白話 都很清楚 就是禁電怎麼讓客戶進你的電 然後跟轉化 就是知道你然後願意買你 然後因為復購就一買再買 推薦就是一轉接 你會幫你推薦一下 這是一個 所以我們整個洞察的邏輯呢 好就是洞察的一個方法學 跟落地的整個所有的一個 方法學的一個結構 還有更重要的是呢 我跟你講消費者 在這個四個向線裡面 消費者東西都買回家 就是怎樣 才醒的 就像你這個 娶老婆 結婚前結婚後 什麼不一樣的意思 這樣 結婚前要怎樣 死於迷惑 謝於套路 然後願意 給你結婚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 你真的發現 哇 原來結婚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另外就是復購呢 復購這個moment 客戶本身來講的話呢 他是最難搞定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買了你 他決定要不要再買你了 的關鍵是什麼 如果也不好 我們就到此就結束了 原本就到此就結束了 對吧 所以復購本來講 消費者已經醒了 你可能第一次被 他可能第一次被你淋過進來 可是到復購呢 事實上那最難搞定的 消費者已經覺得遲 他才會繼續買一下 所以整個MOT的模型 裡面就一個TA3的訊息 跟8個MOT的一個關鍵 所以TA就是我們的這個目標作曲 然後品牌訊息跟關鍵時刻 還有體驗設計 統合了這些 我們的模型的四元件這樣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洞察的目的 找到我們的商機 好嗎 找到我們商業的機會 對 落地的關鍵是為什麼要做 是要便現 做品牌 如果不能讓品牌增長 那我們是做 交朋友啊 好 另外就是人家科學創業 才手走彎路嘛 所以我們叫做科學洞察 科學 就是我們統了那麼多的大事這樣 這一張 就是我們的知識地圖 你拍了沒關係 但這張也是舊的了 因為隨時都在改版 好嗎 這是我們的知識地圖 這已經改了已經十幾個版本了 OK 所以對商位者的品牌來說呢 認知大於事實 體驗建立認知 認知才會產生行為 行為才能創造價值 那我們也針對這個 所謂的風險 出了一個版體的書 我們2021年上市 目前已經有八刷 這個 以書來講話 大家現在都不太說了 沒有 就是八刷曾經應該也不錯 大家可以再去 可以去買書來看一下 所以你通過認知呢 要建立讓認知之後呢 透過體驗 體驗讓他形成他的認知 然後產生行為 然後就有些產的價值 所以回到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洞察的問題還是在於 洞察你在消費者 心目中的這個位置這樣 然後進入他的行指 這是一個 然後案例就是我們中華航空 剛剛有說法 就是他做對了這個時間是呢 讓他讓他盡力增長的一百億這樣 而在整個四個勾面裡面 你要怎麼洞察 好這張我有放在 這個就是我把我們什麼洞察 全部告訴你們 所以你知道回去 你可以照做 問你的客戶 你當初怎麼知道我的呀 欸對吧 你是怎麼知道我的呢 還有如果他今天是 他知道你不買你的時候 那你可以問他說 那你當初為什麼來買 那你買來又是做什麼呢 那你知道我 你又為什麼不買呢 這句話是不是很白話 這個在那個被我們台積院要求 一定要分享 好這樣 知識的傳達這樣 是我要好好分享分享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大家 好 OK 然後這是網絡時候的結果這樣 整個洞察完吃完之後 注意看這支影片 這是我們 蓮華明老師拍的影片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 出走回家 出走再回家 許多人以為 飛行只是飛行 華航把飛行 變成了一種生活的藝術 坐著 躺著 都很自在 我在空中找到了一個 可以思考 也可以輕鬆休息的地方 華航 不一樣了 我跟大家說 在我們洞察華航的這邊 最關鍵是什麼 在我們改變它之前 那裡一直不能躺著 所以剛剛 你問你說什麼 你問老師說什麼 坐著還是什麼 躺著 把複雜變簡單 所以光看這裡面 這麼能告訴你 我現在可以躺著了 而我們發現 商裝旅客不搭華航 就是因為 它不能全憑它 所以不搭華航 好這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 關鍵時刻的一個洞察這樣 所以老師說 這體驗設計 整體的規劃 你要非常的重賴 就是體驗設計 然後後面 依序我們這樣的 這個案子 我們偵犯是負責洞察 然後跟這個 所謂陳偉賢老師 他負責裡面的改裝跟設計 所以我們的洞察之後 然後 他整個後來 這個飛機 透過這樣的一個 重新的打造 陸續得了非常的強 所以重重的觀念 再告訴大家 回去一定要記得 檢視一下你自己 本身內部裡面 三百減十 你到底有多少的兩百九 而你又做對多少的十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 要帶給大家的觀念 另外一個就是說呢 消費者最重視的MOTI 跟他卻對你最不滿意 一定要講 你不改就完了 而他對你最滿意 但那事實上不是最重要的 那最不重要的MOTI 那個就是怎樣 不要再做了 這就是策略的一個思考 所以思維部裡面呢 我們在講說 靜電轉化複購推薦就是 就是到底客戶 你現在的問題 到底是出現在哪邊 你到底 你要問題要坐在哪邊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 然後做什麼事沒有用的 所以你要回去這一張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同仁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的問題 到底出現在呢 因為應該要去交 在哪邊的問題 是你要解決靜電呢 靜電轉化 還是要解決這個複購跟推薦 所以靜電轉化在講的是增量 增量就是你想要打開心的出場 然後呢 復購跟推薦就是要解決你的複購的問題 這一定要有共識 你們團隊也一定要有共識 大家才能一起做事 對吧 共識跟共識這樣 這是一個 所以洞察 洞察呢就是找到你的美 落地呢就是放大你的美 跟落地 就是放大你的美 跟落地你的美這樣 所以找到你的美 放大你的美 跟落地你的美 你的成 你的品牌就會越來越美這樣 好嗎 所以關鍵就是美 不是你自己說的 美是客戶說的 當然我們在講洞察對不對 洞察要怎麼洞察 問三種人 愛你的 不愛你的 跟愛過你的 你的品牌 就是跟你在談戀愛一樣 他為什麼愛你 為什麼不愛你的 為什麼跟你分手 對吧 好 真的就是你會洞察這三種人 所以你要擔心 然後另外就是說 你要擔心說 愛你的人民一定會不會愛你 就是你的目標的體驗 好這是一個 然後你要正式的 就是愛過你的 是不是越來越多 表示就是 他正在離開啊 正在離開你這樣 好 你要害怕的是 不愛你的人 你們又越來越多 然後呢你想知道 是不愛你為什麼會不愛 對吧 你根本不知道的是 就是說 愛過你的為什麼會離開 你很煩的是 愛你的 其實不是你的最愛 我講的是品牌 不是你旁邊 你的令 愛你的不是你的最愛 就是你要的那個客戶 一直不是你的客戶啊 好 真的是關鍵的問題 所以你要把消費者 心理所想的挖出來 再用利用體驗設計 把它放回去 洞察絕對不可 不可 一自問自答 否則你都自嗨 好這樣不行 好嗎 好 所以洞察目標找到商機 透過品牌 變為落地變線 下面這些呢 都是可以做落地變線的東西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就是 你落地變線來講的話呢 很重要身回到 當你找到你要擴展新的市場 你的價值傳遞 就是你要落實你的品牌定位這樣 而品牌定位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的公司簡介 好吧 那你的公司簡介 你要回答三件事 你是誰有何不同 值得合作嗎 好 然後呢 你是誰有不同 值得合作 就是你的公司簡介 可以回答的事情這樣 然後這一張呢 關鍵 你回去解釋你的公司簡介 一 十五頁內 二十二分鐘能夠講完 如果你能做得到 那 表示你的公司簡介 就做得不錯 好 所以你目的呢 就要拉起你的消費 你跟消費者的認識 跟你團隊 直接彼此的認識這樣 好 然後呢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講 當你有了這些品牌定位 你要打海外市場 你就有所謂的空軍 就我們講說的行銷 那你陸軍接單 你可以透過通路的拓展 這樣 然後B2B的關鍵時刻 B2B的總共七個關鍵時刻 這也是我們經營那麼多年以來 我把它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的一個關鍵時刻 你回去年可以再 你們可以自己從紅上 當作下來看一下 所以品牌 第二關鍵就是 描斗你的美 但是我要講 描斗你的美 這一頁 你不是仿製藍業者 但是你只要看了這一頁 你就描斗 柳仔的美 這樣 描斗一張 講完你的美在哪裡 還有另外就是 當他認識你之後 最重要是你的成果判定 對吧 成果案例 成果案例也很重要 就是三頁就要講完 你不能講 你成果案例如果是 we have a phone 你沒有機會了 因為客戶沒時間 聽你講那麼多 好這樣 這是我幫他 我幫他整理的這個 三頁的這個成果案例這樣 一看完 人家說 本來沒有時間 後面講 陳董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沒有空 給我一起吃個飯 這樣就 這樣就達到目的了 好 然後另外你就可以善用MOT的法則 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呢 你可以用 是誰在什麼情況下感受到什麼 的一個法則這樣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法則呢 應用在就是 線上跟線下的部分 好這樣 然後升到他們的這個整個展覽 你現在看到我們整個展覽的設計 有體驗設計一到九對不對 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嗎 優雅叫體驗設計一二三 但其實是什麼 每個都是坑 你來到 你只要進到這個 有的台灣每個都是坑 然後呢 你把你的 你有這個品牌定位之後呢 你要給你讓你的客戶 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留下什麼 跟帶走什麼 這一切都環繞的呢 緊扣著你的品牌的定位 然後這是劉雅的一個案例 他開發這個印度的新市場 那我想又要感謝是藥飛計畫 他的品牌的起點來自藥飛 然後今年呢 是他的交集點跟 他的去年是接單點 今年是交集點 所以透過藥飛 整個業績呢 跟著一起藥飛這樣 好這樣 所以他是海外 他主要是做海外的這個市場 然後我們透過數位的方式 幫他導流 然後再結合到這個 他們所謂中央的展覽 然後透過品牌的一個方法 這樣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這個策略藍 藍圖的一個傳播 這樣 透過五大平台跟 所謂五大主題 跟九大切角 跟三輪式切角 體驗設計透過這個縮行銷 內容緊扣他的品牌的定位 最後幫他成就 一千五百多萬的撲光 以及呢 十七點萬的點擊 跟五萬個人 其他的逛逛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這個 所以從品牌另外出發的架構跟內容 跟整個落地這樣 所以回到原則還是用我們的 NOT的法則 很簡單 是誰 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感受到什麼這樣 然後應用到所謂的LinkedIn 好 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整個貼文 然後最後的一個成效跟一個結果 然後成功的打開印度的市場 然後帶點我們這個 談ATM的一個主持呢 到這個所謂開發印度 好這樣 只是整個很不錯的成效 然後大家可以去關注他們的這個觀光這樣 所以品牌定位有多重要呢 可以確定你的品牌定位品牌核心的訊息才能落地 然後最終才能夠集合到 所謂CSR ES區 然後帶來你的品牌的一個紅利這樣 所以你方向不對呢 努力白費 好這樣 然後你要有身為的思考 才能降為的打擊 所以品牌最大問題就是人不臉 訊息不臉 你的關鍵不臉 溫時刻不臉 所以靈魂你要為你自己 你找到你的美了嗎 你的美可以複製嗎 還有你的美變得更美 消費誰必付出更多的錢嗎 然後透過洞察商機找到你的美 落地放大你的美 落地要變現你的美這樣 然後期待透過 希望各位呢聽完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透過洞察你的關鍵時刻 透過這個關鍵時刻呢 讓你的品牌能夠成長 好以上的講 謝謝大家